幸福巴士 幸福起航 请剪裁 路股乡有部分区域因为公车无法到达 让民众交通相当不便 有见于此路股乡长秋如平经县府协助下政渠道 交通部公路总局经费补助后 三年西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捐赠车辆 促成了幸福巴士路线的开通 邱乡长为了解决我们偏向人的交通问题 所以他特别跟公路总局经过南投县政府的协助申请 申请到系福巴士2.0这个计划 三年西董事长他也协助我们一台车 作为我们的系福巴士使用 因为我们长期我们凤凰到田底是没有供车的 所以乡长想说那一段的老人家如果外出的话是不方便的 所以这次我们就特地把路线从凤凰拉到田底 所以这次我们的站总共有六站 这是路股,路股国中,开山庙,二层篮球场,凤凰山市还有田底 今天有四班车 后续如果民众有需要达成幸福巴士 可以透过手机平台或是电话预约方式来做达成 向公主也希望有效提升地方交通的便捷性 往后民众如果要达成我们的幸福巴士的话 可以采议约制 我们的议约制有平台跟电话预约 然后现有的平台设置好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那个平台预约开放出去 对,然后只要民众他申请我们平台的会员 对,然后他就可以参加你的预约了 对,然后我们的预约是有人数限制的 就是,就是两个人预约才会成功 那如果说你一夜的时间是刚好有公车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会请他坐公车 对,我们就是不再浪费这个资源了 现任务瑞芳也认为乡内有部分区域无公车行驶 幸福巴士的开通是便明的规划 感谢邱乡长的用心 产队,产队我们的园林克音巴士 是没有办法到达的 我们鹿谷乡公所 我们乡长邱乳平很用心 所以呢,他们今天能够 乡长能够争取到我们这个幸福巴士便明 所以说今天很感谢我们乡长 议长和尚方肯定各方对于鹿谷交通问题的关心 一同协力促成幸福巴士路线的开通 提升交通便捷性大大造福地方民众 记者卢一凯入股采访报道